HELLO 大家好我是正峰 今天呢我們要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Absen F530的系列 那以往呢我們F530只能放在我們桌面上做印刷 現在呢我們有新增了F530的專用腳架 以及它專用的收紙器喔 那這樣呢我們就可以來做整卷的輸出 以及整卷的印刷囉 那接下來呢我先來跟各位介紹 我們F530的細節以及它的功能 還有它收紙的方式喔 讓我們看下去吧 那首先呢我先來跟各位介紹一下我們的螢幕面板位置 首先呢這邊呢是開機鈕 那它這個是折疊的螢幕喔 那它是液晶的LED觸控螢幕 那再來呢這邊呢可以設定我們的紙張大小 我們可以放整卷紙或是單張A3、A4紙 那這邊呢可以設定我們印表機的狀態啊 我們要清潔測試也都可以從這邊操作 那這邊呢可以設定一些語氣啊維護的部分 那再來最重要的是它以往呢我們可以用我們的USB連接方式 那這種呢我們可以用無線的Wi-Fi來做連接喔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後方的靜紙的方式 那首先呢各位看到我們後方呢是我們放液晶滑紙的部分 那這一捲紙呢基本上我們可以放液晶滑整捲紙 那我們還有更小的紙捲我們可以直接放入 那有些人呢會想要做單張的熱晶滑印表的紙 那熱晶滑的紙呢我們可以放A4啊或A3的紙來做印刷 那今天呢我們會跟各位測試的是我們24吋的熱晶滑紙 整捲的印刷整捲的收入紙 好那我們接下來呢介紹一下我們前方的墨水的部分 當然是我們填充墨水的位置喔 那我們這邊的盒子打開之後 這邊呢其實我們可以直接加入我們墨水 我們只要將我們墨水瓶直接插上去 它就可以自動填充了喔 那再來最重要我們其實可以從下方這邊看到我們墨水的余量 那基本上呢這就是我們整台設備的介紹 那再來呢我們就來印製我們整捲的印刷來給各位看吧 好那我們剛才呢已經將我們的圖紙用電腦輸出發送過來囉 那我們的印表機就開始做印刷了喔 那印刷的過程中呢 我們下方我們這個收紙器就可以去做開機的動作 那這邊呢其實可以調節我們的速度 它可以轉速很快 它可以轉速很快 有沒有它都可以調配速度 那我們要依照它印刷的速度來調節它轉速 那它這裡的配色平常轉換轉換式 那基本上我們就等它 因為到時候我們會用膠帶去做固定的位置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它印刷吧 好那基本上印刷到一定的長度 我們只需要這樣子對齊 然後輕尖的站立 眼睛就在這邊 在印刷的過程中它就會自動去做收紙 搭配和好狀態 在裡面的大部分 我們在裡面有的材料 我們不會要再做一個然後就讓它做了 對齊 裡面可以做到一個東西 看看那個竹子 可以把它做到一個最好 然後我們會把你的車的路線 看到那個靈子 把車子 從前往 那以上呢,就是我們Apson F530整卷輸出的印刷的介紹 那我們印刷完呢,我們可以到我們的溫通機 或是大型的平躺機來做熱線化轉印哦 那有想要了解的人趕快來跟我們做詢問哦 我們都有專人跟你們做介紹哦 謝謝大家